所以这跟你们一样啊 从3% 6% 9%到12% 18%开始做的 所以很多人现在的宝贝 很多人没有看到老师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当年的老师跟季老师两个 我们连个脚踏车都没有 如果当年跟现在老师该跟你们讲 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羡慕的对象 我们做了一阵子以后啊 好不容易买了一部人家教练厂 就说去报贿的那个车子 一万块台币就可以买到 那个车子开起来哦 你要知道都是声音 不是像那个定语开的那个跑车 超跑车这样呜呜这种声音 我坐上定语开的跑车声音 哇塞那么大 还在我心脏命都要发 可不可以把这个声音关小哦 妈妈受不了 你再她不讲 妈我就是要买这个声音 我说你头脑有问题啊 这个声音不是会吓到人家实际上听话 就说妈为什么要这个声音 就是告诉人家我来了我来了 哇各位现在真的时代不一样 但我早知道这样 我当年那个就不要卖掉 因为开起来都是声音 对吧 一路开一路掉 一路开一路噪音 然后呢 这个车门坏了三个车门剩下一个门 然后每一个人到我那个车子里头 都要爬去各就各位 然后老师小的鼓励他们说 你知道这是台湾最破的一部车子 可是坐在里头却是最有梦想的 所以每个人都想从那个门爬进去 坐到后面去 那现在呢 包括小鹏 包括现在进来的人都问 老师你那个破车呢 我说最后我们全部实在不能开了 因为那个车子除了喇叭不会响 其他没有一样不响 那都是外面下大雨 里头就下小雨 夏天就很暖和 冬天就很冷 因为没有冷气嘛 车子里头也没有暖气 也没有空调嘛 所以各位 现在好多宝贝 包括小鹏说 老师 你那个车子为什么不把流起来变古董 让每个人去看完就有信心 而不是买了 现在定义 要买一辆就买的团 他买的他都买得起 但是却买不到我当天的一辆车子 那个车子才真正值钱 雅俊你说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认为 五千万都把它卖掉 就不是货半自虎嘛 那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车子 然后开了好多年了 结果被小宝买到 11万买走了 那小宝用11万给我们买了一辆车子说 那是陈老师 季老师做过的 然后他买了一个车位300多万 他买了300多万的车位停在那边说 这是季老师 陈老师开的 所以各位会销售的人 老师一再强调销售配合带动 会销售的人 你怎么去销售 是不是老师现在 做梦也不敢想在马祖 有老师的故事馆 在中国大陆两个礼拜 公司的高管来我家 问我说老师你知不知道 你捐款捐了多少 我都不知道 老师最少都是以亿来算 今天公司又问老师 你在中国大陆捐了 我说官司学校就捐了七所 我那次我们回中国大陆 不是刚好我爱情 马上打电话说 宝贝 你在中国大陆 一定要去捐款哦 我说好 那我就问季老师 爸爸捐多少 我们季老师说捐5万美金 大家耳朵都亮起来的 耳朵都奔起来的 5万美金 5万美金可能是很多人 一年的收入 是不是 然后我跟爸爸讲 我大苗 轻描淡水说 爸爸我捐了50万美金 哇 我公司说老师 哇塞50万美金好用 那这次中国大陆的疫情 那时候刚刚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整个操访 捐了600多万 人民币 是不是100多万美金 但是老师在这里头 绝对也不是捐了最少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突然觉得 我的生命变得多么有意义 我可以从一个手心向上的人 变成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这种境界 而我的孩子 每一个都变得这么孝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